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炸鸡翅 那一听到炸 做厨房的都头痛了 除了把厨房弄到油腻腻以外 那剩下来的油 你倒也不是 流也不是 所以我建议大家 在厨房里面 如果可以煎的话 就用煎的 尽量不要用大油炸 那我们先来把鸡翅膀清洗一下 然后锅上煮一锅开水 水开后先放入两片薄薄的姜片 然后把鸡翅倒入 等它再开后 水面上浮出这样的泡沫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用冷水清洗过 开始调料 那调味的时候呢 我就放一点点盐 然后少许糖 一点点生抽就好 因为我怕它颜色太淡 最后撒一点 孜然粉 白胡椒去去腥 搅拌一下 然后放一个大约半个小时朝上吧 让它入入味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 主要的是分享和交流一下 我们做菜做点心的idea和步骤 那至于调味呢 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 那你说我放了白胡椒和孜然粉 是因为我们家小孩 他喜欢这个味道 他不喜欢料酒的味道 所以如果我一放的话 他就会说你放了 你放了 Chinese cooking wine 那如果你不介意黄酒的酒味 你就可以用黄酒去腥天香 就黄酒啊 酱油啊 糖啊 盐啊 就这些料 调出来的味道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喜欢辣的 你还可以加一些辣椒粉 辣椒粉没有用辣椒酱 反正调出你喜欢的口味 那接下来呢 开火前呢 我们先准备一小碟面粉 浅浅的放上一层油就可以 然后鸡翅裹上干面粉 轻轻放下 先放大只的 放在中间 小只的放在外全 然后火可以由大火变成中小火 你可以盖上盖子 慢慢等不及 盖上锅盖呢 一油不容易溅出来 再有呢 它熟的也快 是火候大小 差不多 两三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翻身了 已经变得蛮金黄 然后翻身翻好以后呢 你还可以盖上锅盖 最后我们削开锅盖 检查一下 我们就做修补工作 比方说这个边上白白的 那我们就把它竖起来 竖一会儿 让它煎到金黄 洗锅前呢 我们要开大火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控油 脱油 那鸡翅膀出锅以后呢 锅里就剩这么一点油了 好 那这种渣渣黄黄的 西里索路的 我们就把它锅歪一下 朝边上推一推 然后用厨房纸 把这个渣渣拿出来 那这个油相对来说还是蛮干净 我们做一个菜就可以把它做掉了 那这样做的鸡翅膀是不是好吃呢 还需要你们自己动手做了才知道 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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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